在本届辅贸会上各大展区争相展示最前沿科技 围绕服务业的新技术 新成果 新应用不断涌现 当科技赋能逐渐从概念照进现实 未来我们的生活将带来怎样全新的改变呢 科技赋能城市建设 这款智能喷涂机器人 未来还能实现对建筑的自动喷涂作业 在我身后的是一个搭载了5G家远程控制系统的 喷涂机器人 现在我希望它来到一个顶部喷涂的预备姿态 那我们点击这个按钮 大家可以看到无论是在虚拟空间还是现实空间 机器人都达成了我的指令 这个机器人它的喷涂效率会比人工快6倍 这个一些极端的环境下 依然可以通过新能源续职的方式 连续工作24小时 科技赋能智慧教育 未来老师如何上课 本届服贸会上一块智慧黑板成为老师教学的好助手 它不仅可以结合AI智能笔 优化老师和学生的课上体验 而在课下的教师备课环节 教师助手还能通过对话式生成式的交互 辅助教师生成教学设计 有效地提升教师备受课效率 科技赋能体育 未来健身还有啥新玩法 本届服贸会上各家厂商展出的设备设施更加数字化 智能化 由于不受时间空间限制 还能和线上的运动达人和运动爱好者一起互动交流 运动健身的线上化也成为了一种新趋势 在这个展台前 一场万人线上自行车公开赛正在进行 我现在正在参加的是 北京数字体育虚拟公开赛当中的虚拟骑行项目 可以看到现场正在进行 是全场52公里的高效骑行联赛 那大屏幕上 接下来将会相继展示有 长安街永定河以及守岗园区等多条 具有标志性的数时融合的虚拟赛道 请不吝点赛